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市场的焦点继续落在公布了业绩的内房股 看到恒大公布了业绩之后不断有资金追捧也不断破顶 今早也见过高位26.5毫升后继续有资金去支持 资金也不断去寻找可能落后一点的内房板块 今天讲的是813世贸房地产 事关昨天公布了业绩 去到6月底为止的中期股东英占入利利润38.79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28.1% 中期息媒股派40港 也见到主席将全年的销售目标 看得非常乐观 上条10% 去到880亿人民币 而且有信心会超额完成 上半年签约额已经达到451亿多 第四季是全年旺季 所以相信销售数字是有望更进一步 我们觉得813股价今天大升1.5% 流上会否已经是价钱了所有利好因素呢 其实怎样看内房板块呢 首先第一方面 特别说近期大家会留意恒大这些二线大型的内房股 整体仍然是明显地跑赢大市 有个很可观的升幅在这里 相比恒指的升幅更加夸张 原因都是觉得大家对于内房的看法都看得比较乐观 亦都觉得内地的调控政策基本上 对于这些内房股来说影响不大 亦都预料未来这一两年来说 内房企业仍然会有很多整合的动作在这里 但是你说的 为什么这个股份或者这个板块近期也都再次热炒 主要原因都是跟中期业绩有关的 在中期业绩当中 始终有一些亮点都令到一些资金 愿意再去追换内房股去提升他们的估值 第一方面 说很多内房股 其实每个月公布出来的一些销售数据 和销售方面来说 普遍都有个理想的表现在这里 第一方面 一些热门一二线城市上面 都不是太受到调控政策的影响 而令到他们销售放缓 楼价升幅是有所放缓的 但是整体的成交量 或者一些一手楼的销售量 整体表现仍然是火热的 第一方面 就随着一些三四线的市场复数 大家预料一下 一些内房企业上面 未来可以再将资源 放在一些落后一些三四线城市上面 好像世贸房今次调升的销售目标 都说到未来来说 公司会集中做一些三四线城市 所以可以因此而避过这些调控政策 但是以世贸房为例 就说是否因为调升的销售目标 因此的股价升那么多 我觉得不太关系 因为始终说销售目标 都是由800亿调升到一成 去到880亿左右 你说现阶段的股价升那么多 我觉得不单止只是说这个因素 之前提及到中期业绩 除了销售表现好之外 第二方面也在关注一些内房股 的无利率表现上 始终市场认为内房企业 很多时候在调控政策的因素困扰下 很多时候因为地价又不断地上升 会出现一个薄利多消的情况 但是今次的业绩见到 很多间内房企业 整体普遍来说的无利率 都是不跌而反升的 这方面对股价来说 有个很大的帮助 第二方面就是财务状况 普遍的正负债情况 都有个大幅改善 这方面有利他们长远的盈利能力 最重要部分的内房股 增加派息 或者每股资产正值上升 因此而调控股价对NAV的 或者日价的幅度 有所改变 这些因素都是刺激股价的主要原因 至于世贸房地产 我认为业绩上 之前提及到利好的因素 大部分都集齐 但是今天股价大升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 始终我觉得第一方面 公司特别是这些大型的二线内房股 其实在调控股值当中 世贸房的股值相对比较低 所以也有些大行出现业绩之后 将它们的目标价大幅提升 今天瑞信 将世贸房的目标价提升到17元 留意这些大型的二线内房股 不是龙头的内房股 普遍现阶段股价对NAV 都已经有所一价的情况 但这些是世贸房 现阶段16.28元这些水平 对NAV来说仍然有所折扬 始终你看到今次中期业绩上 现阶段每股资产正值达16元人民币左右 所以对港元来说 始终仍然有一个折扬的幅度 由于在股值偏低的情况下 始终我相信世贸房这两个升势 以追落后为主 你觉得现在仍然有机会追落后 而且随信也提到 他们的目标价是17元 即使今天大升了一阵 后市仍然有机会跑赢其他内房 短期来说可能不排除永远继续有得升 因为始终提及到一些大型二线内房股 例如碧桂园或者融创中国等等 股价对NAV来说 折扬幅度相对没有那么大 因为这些股份相对比较热炒 就算你看到农户地产等等 整体股价对NAV来说 都普遍出现一个日价的情况 原因就是大家预料 内地的楼价仍然会持续上升 一些物业价仍然会在未来的业绩上 不断地上升 所以公司的每股支撑正值 是会继续上升的 所以现在现阶段出现的情况 就是说 很多时候股价对NAV来说有个日价 所以先提及到 在贸房最新份业绩上面 每股支撑正值16.11元左右 所以对港币来说 都差不多接近18元港元 所以如果你看大行 看17元这些水平 又不是太过分的 另一方面除了看股价对每股支撑正值 这个因素之外 也留意由于说 销售表现强劲 即使未来增长放缓也好 由于看到毛利率 没有太大负面影响 大家预料 这些内房股的盈利能力 在未来来说 仍然会持续向好 所以除了关注市场率之外 也会关注市盈率方面 以细贸房现交段 也是10倍PE 以下 股值我觉得的确有条件再进一步提升 但是这些位置 未必建议大家去买 始终说你又升了这么多 望到17元18元这些位置 一亿的上网空间 并不是太大 但安娥有这么说 刚才细贸房也看到主席说 看好第四季的销售 会更加进一步 好过之前的表现 因为第四季是很旺季 如果这样去比较的话 其实三合三合三合 就是恒大 他们的业绩是更加好 第四季销售旺季 他们可能会再上一层楼呢 其实我觉得未来的销售表现 大家都现阶段基本上都不会看得太差了 为什么内房股 这么有强势的表现 不断地长升长有 最主要大家都非常充分肯定 内地的楼市 基本上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始终说内地方面 特别一些热门的一二线城市上面 已经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 土地短缺的问题 始终说内地的人口结构的问题 很多人去一二线城市上面打工 导致当地来说 一些土地需求 所以他们比较庞大的楼市 也是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所以说楼价上面 即使有一些调控政策 都预料没有一个调整空间 最重要就是说一些落后的三四线城市 现家庭见到去付出等等的进度 是做得非常良好 未来来说 预料他们会集中去火力 去推翻这些三四线城市上面 由于说这些三四线城市 普遍的土地价格 仍然相对比较低 所以说他们未来的无利率 可能甚至有机会继续去扩张 所以说这些内房企业 现家庭我觉得最主要炒作的因素就是说 未来这一两年 不单只合约销售做得好 也预料他们的盈利能力 有一个可观的增长空间 所以现阶段 其实用市盈率去看这些内房股 的确是否属于一个偏低的水平 嗯 好啊明白 但都好像刚才所说 现在都不是太建议大家高追 可能调整的时间 才再考虑去买入相关的股份 都有个有趣一点的sharing 跟大家说说 看到因为恒大股价狂飙 他家印已经跃升成为 亚洲第二大首富 第一大的首富是马云 因为在美国那边 其实阿里巴巴的股价都不断狂飙 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Ano 我们刚才说过股份清闻有没有持有的呢 都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你分析 休息一会 稍后我们会解答一下家庭观众的股票问题 待会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问必答》的黄云哲 身边的嘉宾是请来Ano 和我们继续解答家庭观众的股票问题 Ano 你好 Tracy 你好 李小姐 你好 你好 已经急不及待想问问题了 是吗 是啊 我想问哪些 中人寿 有没有货在手 有啊 我买了$24.96 $24.96 $24.96 也算有利润 很棒的了 好啊 我们看看现在的价位 $25.05 中人寿的股价 好像抽高一点点 就没力再上了 Mano 他$24.96有利润 你建议如何部署呢 其实中人寿自从出了业绩之后 股价都升了不少 我觉得中人寿的业绩 又不是非常强劲 但是升的主要原因就是 本身市场对于中人寿的期望 本身是非常低的 大家觉得中人寿的新业务价值 增长可能都是两成左右 最终出到有三成的增幅 这方面是比市场的预期好 亦都说投资收益方面的表现 亦都没有预期中那么差 所以说到现阶段中人寿的后市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有条件看好一点 因为你看回这些内险股 普遍都出了业绩了 真的有好有坏 相对地做得比较好的 就是说泰保和中国平安 而说中人寿 是中规中矩相对地 都是一间不错的公司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未来来说 资金有机会 可能做一些换马的部署 去追捧这些平保、泰保 或者中人寿 所以部署策略上面 我建议继续中线地抓住 始终我觉得短期的股价 可能会在25元这些位置反复 但是真的再正式跌穿25元的机会 我觉得不大 即使跌穿25元这些位置都好 可以留意火力加通道做中轴 大约是24.4这些水平 再跌穿24.4 我觉得机会真的不大 只要不穿这些位置 继续中长线握住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一个比较关键的阻力位 26元这些位置 如果中人寿的股价能够突破26元 后市仍然会预料有明显的升浪 中人寿现交通的目标 我建议看到28元这些水平 好啊 李小姐可以继续持续这些股份 也不用太担心 转听听就是有朱小姐的电话 朱小姐hello 你好 你好啊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小姐 我不叫做事 东亚银行32元入 那天孙老派息 我见它升到36元 我想问一下 我是收了它的息 再拿着它 我买了很久了 我买了很久了 是给价位高位 我放 明白 总之目标价 我们看看 东亚都见到 宣布了牌息之后 股价升得夸张 现在去到35.8元 今天再升2.2元 本地银行股做得不错 年代238元都做得不错 马上来看看 它应该是什么价位 可以食糊 是否等待派息 宣布派息 除证日的时间 是9月11日 其实你在说派息这个因素 需要不需要特别去关注 我觉得如果你特别开了这么久 真的不用太担心 除证完之后 其实继续中长线 继续持续持续 我觉得都没问题 虽然股价近期升得比较急 可能会担心高位出现调整 但我觉得预料调整幅度 就不会太大 再跌下去 33元 34元 这些位置 我自己觉得 机会 就真的不是太大 这段升势 完全是反映业绩的利好因素 说到东亚银行份业绩 有什么亮点 大家会觉得 今次业绩出来之后 看到一些数字就是 第一方面 内地的业务 最坏的时刻应该过去 未来能够控制不良贷款 这些相关的因素 另一方面 有个亮点就是 特别是香港本地银行的业务上 预料息差 有机会持续广阔 所以下半年 其实香港银行业绩方面的表现 预料其实是会持续做好 或者可能会有更亮丽的表现 所以东亚银行 如果特别是你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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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税进取一些 中人香港 beber 附股 平均38.5 38.5 再回 Aberdele 看中人香港 稍后 Prosecut 时会公布了业绩 接著是中國銀行 現在升級超過1% 40.05% 今天有沒有派息的消息憧憬下 它應該可以定在什麼價位置 其實中銀香港或本地銀行 我覺得在派息方面 不會有很大的驚喜 但盈利能力色差的利好因素 預料在業績上有條件提好 始終最簡單的看法 中銀香港 其實你參考恆生或東亞業績上 看回香港業務表現真的非常穩健 所以我覺得中銀香港 理應都應該不會特別差 現階段中銀香港 股息率仍然有4.6-4.7 其實股值進一步提升 息率仍然吸引 所以這些位置建議繼續中長線炸絕 始終香港銀行 整個2017年的下半年 我預料仍然有條件繼續看好 所以這些位置不妨等業績 我覺得業績有條件令到股價 正式突破40元這些位置 如果是從圖表走勢上 今天的股價一度是升上40元樓上的水平 其實如果收市能夠正式站穩在40元樓上 這個形態已經是初情突破的跡象 看看股價之前 在橫行在大約40元至37元這些區間 如果突破40元這些阻力位 中銀香港的目標 我覺得可以看到43元這些水平 好,明白 多謝徐先生的查詢 我們專門聽聽有梁小姐的電話 梁小姐,Hello,你好 麻煩主持人,譚先生,你好 譚先生,我想請教你 1478,我昨天高追21.5元 有沒有機會上去 譬如今天高位22或23元 麻煩你 好,明白 1478也很兇險 今天也看到高位23.25元 3.4元了1.5元 落去19.92元 想問一下這隻股份 如果昨天高追了 應該怎樣保住呢 見到今天的股價跌得相對地比較急 但是你說後市有沒有機會上去 你說22元這些價位 其實又不算是非常之高 我都不會完全去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我覺得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做一些很短線的部署 這些位置小心點 20元這些支持位 如果你說穿了20元這些水平 20元這些位置 始終升得這麼急 特別說,其實你看看消息 單單是8月份這隻股份 已經升了1.6倍左右 接近1.7倍 所以你說調整是在所難免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的部署策略 始終基本面是好 可能仍然不排除 借著iPhone這些相關的消息 有些炒作在這裡 現階段的部署策略 如果落到這些位置都未走 就以20元作為一個止洩位 不穿20元 都可以繼續向上往 但是如果22元留上的話 其實我都建議可以考慮 就是這樣逐步減刺 嗯,好啊,明白 謝謝家庭觀眾的查詢 轉聽聽,有李小姐的電話 Hello,李小姐 Hello,美女 你好,Hello,阿朗 兩位支持的精神 阿朗,我有兩個股票 請教你的 分別是27號銀魚 就是27元買入 另外一隻941 麻煩一點,那隻真的很慢牛 我買入價是85元 我有一個很矛盾問題 想請教阿朗你 明天就隨正 究竟收不收息好呢 27號,你有沒有業績憧憬 麻煩你指教我 阿朗,麻煩兩位 嗯,好啊,先看看 941號,你是不是想先聽941號 是啊,不要緊的 好啊,明天就隨正了 941,明天見到一個中期息 1.409人民幣 加上還有一個特別息的3.2港元 3.2港元再加一個64.2港元 明天隨正就會購買 麻煩你覺得他應該現在離開 還是等待這個隨正的因素呢 中移動的股價隨正了之後 又會再落到84元、83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你說,其實隨正完之後 股價會不會跌 會不會特別息這個因素 派完之後 然後股價下跌 我覺得機會真的不大 原因呢,始終是中移動 其實大家預料 處年來講,仍然有機會 繼續派特別息 這些相關的因素 因為今次中期業績 派完特別息之後 其實中移動的財政狀況 仍然是非常強勁 仍然坐擁 非常龐大的現金 亦都預料下半年來講 其實你看到這些電訊股業績上面 包括中移動的整體阿部 仍然預料會持續改善、持續上升 看來之前提速降費 相關的風險、利淡政策 我相信已經反映到七七八八 後市的影響真的不太大 所以中移動 其實我會建議由中移動 仍然炸主 如果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我想目標 暫時來說 90元這些阻力位 未必那麼容易突破 但我覺得後市 最終向上突破的機會 仍然比較大 但之後 這樣價位有機會再調整 因為特別息這個因素 但你看回整個形態上面 一個上升季形態 一個上升通道 已經慢慢形成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中移動會建議繼續中長線 炸主 除淨之後 其實我覺得股價仍然有機會 往回90元這些位置 但是中移動 相信全香港的股民 都不想它升 因為它是藍燈農利 如果它升的話也挺矛盾 其實我不會預料 中移動在短期來講 馬上馬上有一個嘲諷 其實你是在說 一個關鍵的因素 可能看回第三季業績 以及看回全年來講 有沒有機會怕一個特別息 而他們公佈第三季 或者在全年的業績上 仍然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在 所以中移動 我覺得最好抱回中長線 用來收息的投資心態 好 另外就是27號銀魚 今天11號時間 都會公佈業績 現在48.25元 有利潤在手 因為它是47元買入 暫時來說 升幅埋近百分之一 至於人魚方面 有沒有業績的憧憬 其實你說一些豪賭股 未必是炒業績 反而說之前會不會過分地悲觀 特別說一些天災問題 說之前打風方面的問題 會不會對它過分地負面影響 可能有這個相關因素 但其實這些豪賭股 我自己的看法 不是說非常樂觀 所以這些位置我會建議審慎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今天的確看到有個突破的跡象 在不排除股價 在短期後市來說 仍然會繼續有得升 所以銀魚的報酬策略 始終我看法是比較審慎 我會建議如果股價有機會上回到 49元以上 大額是49.5元這些位置 我建議減遲 而後市只要繼續 企韻在這條中期上升軌 大額是47元以上 暫時來說繼續持續 都沒什麼問題 好 明白 多謝了李小姐的查詢 轉聽聽黃小姐的電話 Hello 黃小姐 兩位支持好 吳安 我買了100多10.5元 今天出了業績 衝上去之後又下來了 我現在應該繼續持有 還是應該怎樣處理 會不會有機會上回去呢 好 看到中交建公佈的業績 半年多賺8% 去到最近79億人民幣 不派息 股價方面就像他所說 創了一個月的高位 10.76元 現在回跌 跌了2% 去到10.3元 即是變相 它都捱少少價 Mano 這隻股份 又應該怎樣部署 無論是1800或186元 出了業績之後 股價都有一個受壓的跡象 固然那個盈利增長能力 不算非常之強 但是我又覺得 未至於說真的非常之利淡 但是 因為始終是以1800為例 他們的市盈率都是10倍PE 留下 現階段有一個高的 接近雙位數字的增長 其實我覺得 表現是不差的 但是我覺得 你看回業績上面有兩個問題 第一方面部分一些工程項目 看到毛利率有一個售壓的跡象 第二方面就是財務狀況 又不是說真的非常之理想 相比起這次中期業績 很多股份可能大家會炒 衝憬派息 回饋股東 這些相關的動作在這裡 看回這些基建股 暫時來說 就未必會有運行 但是我覺得 以現階段它的股值 我又覺得 未必會有太大的調整空間在這裡 所以部署策略 其實我覺得始終從股值的角度上看 繼續中長線拿著 都應該沒什麼問題 如果真的在說擔心 我會建議留意這條中期上升軌 作為一個止洩位 大約在10元這些水平 如果真的跌穿10元這些支持位 100元就要理性地止洩來搶 但是如果未跌穿10元之前 不怕最後市的港 仍然有機會有些資金炒作在這裡 始終在說這個板塊 估值我覺得是屬於落後的 好啊 轉聽聽就有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Hello 你好 是的 我最大傷心的問題 我應該不知道 我進去2600 今天就升得到 我7.6買 7.6買 明白 是的 7.6買 那我如果是 要不需要在什麼位置走呢 好啊 因為7.6買 是未到家 但是你今天看到4.5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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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呀 7.6 但是我就這樣看 trend 好像都見不到這些位置 2600 7.6買入 今天看到升幅比較大 差不多7%的升幅 現在就5.82 Anno 建議他怎樣做部署 止洩 或者應該是 有沒有一個上網空間在這裡 如果你說7個多位置買 可能都是去到2010年 或者是美國推行QE之前的時間去買 都駕駛了很多年 我覺得你說部署策略是怎樣 其實你說中國旅業 或者這些資源股 有色金屬版法以旅業為例 其實就在這段時間 就熬過了最壞的時刻 但我覺得2600的股值 其實就真的開始略為偏高 即使旅價上升也好 我覺得其實內地的旅價 再進一步上網的空間 就不和太大 你說每噸裏的人民幣 就要突破17000人民幣 我覺得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一些供給側改革 在行業上已經充分反映了 所以我覺得借著這輪升勢 如果後高一點可以去減持 那部主策略 其實我覺得如果真的股價上6元流上 我覺得建議逐步去減持 所以我會建議暫時說 看回6元這些位置 去到6元這些水平 我覺得如果真的拿得重貨的話 要理性才行估出減磅離場 上到6元就要減持 李小姐希望你聽到Anno的分析 轉聽聽就有黎小姐的電話 黎小姐你好 主持你好 有甚麼幫到你 買了813很久了 買了15.3號6買的 我想問徐靜之前有沒有機會去到17.5元 好啊 17.5元 剛才也說大行調高了目標價 稅訊看17元 摩通看18元 Anno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上到17.5元 以及收貨15.5元 應該在甚麼位置可以成功 其實它的徐靜日也很接近 2個星期左右 9月11號 短線會不會再抽升 可能接近1成左右 我覺得未必容易 但資金是願意炒這些落後的內房股 其實之前提及到 上一節所說的 世貿房最主要原因 都是股值相對地比較落後 大行都是看回這方面的原因 我覺得如果15.5元這些位置買 其實可以安心地繼續拿著 以後事來說 的確我覺得有條件 看回17元樓上的這些水平 好啊 繼續拿著 謝謝黎小姐查詢 節目時間來到也差不多了 跟Anno做新報 剛才那股份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好 有時間後 稍後回來會有每周股 待會再見